鱼声请多指教开播热搜不断,男女主无CP感 网友评论一针见血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中,大多数反响平平 但是肖战,杨子领衔主演的鱼声请多指教,从定档到播出,热度和流量都相当高 开播两集时,平台播放量就达到了5亿,收视也是蹭蹭往上涨 网友表示,额场这是捡到宝了 从播出以来,鱼声请多指教便争议不断,热搜也是一个接一个 虽然争议颇多,但是毫无疑问这部《爱情小田》剧是成功的 小编在看鱼声请多指教时,全程都以母校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本来担心杨子和肖战的CP感,现在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比起一般的都市情感剧主营业爱情 CPU声的开篇更注重,在医护关系和女主与父亲的亲情刻画上 男女主的情感则在为女主父亲治病的过程中逐渐升温 而男女主的人设讨喜,剧情台词真实感强,也是这一部剧的加分项 比如在第八集中,已经确定自己心意的故位 借着拆线的时候,疯狂试探林之孝 先撇清了自己和高医生的关系,却得到林之孝不会散播谣言的保证 接着暗示要是能有个人这么管着我就好了 没想到林之孝一点也没领会到,反而疑问怎么还想生病不 故医生再次询问,我这么老气横秋你会不会觉得我俩有代沟啊? 没想到林之孝却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比老林还要老,我都想叫你叔叔,网友笑到垂桌的同时,男女主 不过,全剧除了男女主对于感情的拉胯,其他角色为了二人的情感升温可谓煞费苦心 甚至连路旁的小刀电动车都不忘给二 这部,就在故位观看林之孝演出后,林之孝与同台同学发生摩擦 故位立马打抱不平地冲上去,为林之孝解围 送林之孝回家路上,二人感情升温,粉色泡泡简直一出屏幕 分别时却在楼下不小心撞到了小刀电动车 那种和暗恋对象在一起的手足无措,简直不要太真实 就连谈目都在调侃电动车,磕 故位要搬家,请林之孝帮忙找房 林之孝不满故位的各种刁难,在这里二人爆发第一次争吵 同时感情也进一步升级 原来是故位为了林之孝的手腕着想 怕林之孝练琴太久,手腕的伤会出问题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当言情剧中的男主尝了嘴 根本就没什么误会吗? 解除误会后故位送林之孝见闺蜜 还约好一起签租房合同 不过在最新剧情中,林之孝帮忙找的房子最终没能签下 故医生区县救国找林之孝的妈妈帮忙 反而搬到了林之孝家隔壁,当起了邻居 追巨人感叹,故医生的恋爱进度条终于动了 虽然余生播出至今,争吵声音不断 但是事实证明杨子和肖战这一对组合,真的很可以 自然地演绎了恋爱中的小细节,让人很难不爱 期待接下来的剧情中,故位和林之孝将擦出怎样的火花泥? 02 肖战在《余生》中的突破,从配角看主角,演技在不在线一目了然 余生,请多指教开播数天,播放量和口碑都稳稳地立住了 收视曲线很明了,一直呈现递增趋势 尽管此时也有很多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上线,但相互之间并没有所谓的流量对打,依然有各自的优势和支持群体 起初,还有不少观众吐槽余生的剧情悬浮,没有很紧密的衔接,现如今这种评论越来越少 大家感受到整体制作中的轻快节奏,被故位和林之孝的恋情彻底填到了 剧情进行到这,也有不少观众抛开了颜值滤镜,转而更仔细地去看肖战的演技,小细节之处的塑造少不了惊喜所在 没有烂俗的狗血剧情,没有玛丽苏,没有白莲花,没有凤凰男,没有痴男怨女,这些应当是余生这部剧中最难得的一点 反观同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不少男女主的爱情线夸张的离谱,剧情中充斥了太多的撕心裂肺和歇斯底里 这种镜头的确很有冲击力,但也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一成不变的模式还是会看腻 余生则不同,整体制作中直接摒弃了传统甜偶剧中的夸张式表述,转而以非常平和的叙事方式去讲述一段故事 没有过山车式的高低起伏,没有违背现实的凭空捏造,而是以平凡生活位视角和切入点为观众呈现故位与林之校相遇相知相爱的过程 尽管这段岁月中有考验也有波折,但离不开一个主题,温暖 之所以能让观众在看剧的时候有更多的情感共鸣,也是剧集的排部比较合理,另一个就是演员所表达出的镜头感 肖战在余生这部剧中的突破可不小,如果从佩爵去看主角,哪一方的演技在不再现一目了然 近日有不少吐槽称余生中佩爵的戏份也太尴尬了,很多场景就是突然出现的,而且根本就没有下文,前后的故事完全没有交代清楚 这还不算,佩爵的演技也有些浮夸,与主演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看起来就像是突然闯进这部剧中的 反观主角的戏份,不仅非常流畅,平和,而且该有张力的时候一点都不少,能够将人物的心理变化和特质完整地展现出来 如果佩爵真的是来衬托主角的表演,那余生的编剧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问题 当然,这只是少部分观众的观点,或许也的确存在这些问题 如果从佩爵去看主角,其实很有多细节还是值得推敲的 在已经播出的剧集中,作为佩爵的颜医生出现在一个转折点上,故卫的转科申请已经提交,不会再为林之校的父亲做手术 颜医生的性格刚强,坚持自己的意见,完全听不进他人的规劝,正是这种反差,让顾卫这个角色的人设更加立体了 至少他已经不是一个冷酷,不知冷暖的医生,还是一个内心十分温暖的平凡人 剧中没有给颜医生太多又过于繁琐的镜头,而是通过一段台词或者简短的一幕来表现出人物性格 等镜头再给到顾卫的时候,是非常细致的描述 比如有一幕中,顾卫在看到颜医生非常坚决的态度后,会独自在办公室发呆 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去质疑自己,此时没有台词,只有内心的情感变化和一些肢体语言 但肖战演绎得非常精准,将此时的隐忍和挣扎全部表达出来,让观众也看得心疼 这些是细节部分,在每一集中都有出现 肖战对这些细节的把控让顾卫的形象立住了,丰满了,有了更生动的表达 除了对待工作的认真,顾卫在雨林之校的甜蜜日常中也有非常温暖的一面 这些是演技的突破,是打破自身枷锁,由内及外的一种情绪,情感表达 总体来看,肖战在余生这部剧中的演技全程再现,不管是整体的节奏还是对细节的拿捏 都有非常深入的理解,能将抓住人心的一面反馈出来,顾卫是一个成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